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勒赛金 75个基点 这是美联储连续第三次这样大力加息 加息幅度可谓是众望所归符合预期 但终端利率发生了变化 美国国债收益率短线上扬 尽管美联储对通胀的预期与6月份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美联储官员预计 货币政策将走更加强硬的路线 注意 这次美联储FOMC声明和上次的几乎一字不差 也没有啥可以过多解读的 除了终端利率发生了变化 所以这里我们只看重点 今年6月 官员们预计年底的基金利率为3.4% 而现在他们预计为4.4% 预计明年利率有一定上升空间至4.6% 不过一些FOMC官员预计 2024年将降息约100个基点 2025年将进一步降息 委员会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 到2025年底将降息到2.5%的范围 总体来看 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2022年和2023年的利率预测上 美联储的点阵图是鹰派的 比一些分析师预测的更为鹰派 比预期的高出25个基点 市场很快就对这一利率进行了重新定价 重要的是 美联储还暗示 今年将再加息125个基点 市场预计11月将加息75个基点 12月将加息50个基点 或者说2022年至少还会出现一次75个基点的加息 接下来 美联储主席鲍尔万众瞩目的发言开始了 鲍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继续加息 需要将基金利率降至限制性水平 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这一水平 直到有信心完成将通胀降至2%的任务 这可能会给就业市场带来痛苦 在失业率没有增加那么多的情况下 职位空缺可能会减少 这是合理的 没有人知道这个过程是否会导致经济衰退 或者如果会的话 衰退会有多严重 部分通胀是由供应冲击造成的 如果供应冲减减弱 也可以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 好消息是 我们预计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好 只有很少的证据 表明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 我们认为当前的形势超出了历史标准 这就是为什么失业率 可能不会像过去那样上升的原因 较长期通胀预期仍然相对稳定 通胀预期似乎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未来几个月 我们将寻找通胀正在下降的有力证据 这里的关键句来了 宝贝尔说 点正同预期不代表计划或承诺 可能会在某个时候放慢加息速度 加息的速度取决于未来的数据 以评估效果 历史记录告诫我们不要过早涨息 将逐次会议做出决定 FOMC正在采取有力的快速的措施来缓和需求 自杰克逊霍尔年会以来 我向市场短达的主要信息没有改变 我们的重点是让通胀回落 我们将竭尽全力实现我们的目标 总体来看 这次鲍娃尔偏温和 可以说是意外隔 似乎发出了和利率决议截然不同的信号 他表示有意改变政策立场 并认为通胀预期似乎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或许是连续第三次75个基点的加息行动 已经是相当硬派了 美内主不必非常努力地再次带给市场硬派言论 有分析师表示 通过增加衰退风险 能降低通胀的风险 因为这都是在减少经济体内的需求 是以未来经济增长减慢为代价的 这次加息七数个基点后 美联储的政策利率 将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 接下来的收紧货币阶段将带来更大的风险 可能就反映在本周公布的更新后的经济展望中 如果美联储2023年的失业率预测达到4.4% 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将意味着新增123.5万人失业 当考虑到降低通胀所付出的代价时 至少会多出100多万人失业 这次鲍娃尔希望 预期的利率路径将发挥作用 使它能够避免类似保罗沃尔克的行动 带来的高昂成本 包括10.8%的失业率 不过 美联储的预测显示出对软着陆的信心正在减弱 根据这次会议可以看出 将通胀率降至2%目标的积极举措 将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 其代价使失业率上升 经济增长放缓 资金方面 在投资者等待美联储决议之际 交易员们开始套现出事 空头头寸再次下降 这里再来说说通胀 自8月份通胀报告发布以来 美国股市一直处于压力之下 加息的根源在于通胀 而8月CPI实际上已经下滑至8.3%的水平 整体来看 连续两个月的下降或已形成了趋势 因此这并不是市场真正担忧的点 相反 在CPI连续下降之时 核心CPI就在8月逆势走高了 也就是说 剔除能源和食品等价格之后 美联储更难以控制的 和工资住房等因素 关联密切的核心CPI却在上涨 这才是市场的震结所在 因为美联储稀 可能无法真正拉低核心CPI 从而CPI继续高企 核心CPI基本可以分为三大块 包括新车和二手车价格 房租和住房价格 以及其他服务类价格 而8月核心CPI走高的主要原因 就在租房和住房价格 出现了加速上涨的状态 事实上 租房价格是CPI占比最高的一部分 占了整个CPI的33% 占整个核心CPI的42% 不过好消息时 根据Zero的统计数据来看 美国的房租价格 早在今年3月就已经见顶了 但CPI的统计明显滞后 因此在未来几个月后 会能看到房租涨幅下降 从而核心CPI也跟随降低 总的来说 市场此前担忧难以降低的通胀水平 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 这些货都在美联储的掌控之中 但由于没有看到通胀快速下滑 因此美联储还是必须维持紧缩政策 随着政策开始起效 以及数据得到修正 未来美联储或开始放松 这对于美股来说也是好事 消息面上 最新美国零售巨头沃尔马首席决心官表示 近期通胀压力似乎略有缓和 美国食品通胀仍位于两位数 消费者需求仍旧强劲 各国方面 芯片股好坏参半 英特尔AMD发出预警 当下PC试矿比之前财报预期低潮的状况 还更进一步恶化 AMD更是直言当前的PC市场一片混乱 比原本财报预测的状况又恶化约15% 英特尔与AMD 全球个人电脑CPU市占率总和超过九成 是掌握产业景气发展的绝对线性指标 而同时机构称 Dream市场下行周期开始 Dream销售急剧下滑的同时 制造商给出的近期业绩展望也较为悲观 美光给出的第四季度财年营收预期为负的21% 好消息来自于英伟达 在周内举办的英伟达GTC全球AI开发者大会上 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推出了史诗级自动驾驶芯片 这款芯片主要瞄准的是汽车的中央计算架构 算力达到了惊人的2000TOPS 有媒体称 该芯片一夜改写自动驾驶格局 不过要等到2025年才能投入生产 而且虽然英伟达汽车部门的业务 显示出极强的增长势头 但这个部门对于整体收入而言 还不是重要贡献者 当然 现在自动驾驶发展仍然处于早期阶段 英伟达的汽车业务 似乎会在未来10年实现可观的增长 虽然英伟达的新品吸足了市场的眼光 但不可忽视的是 英伟达仍然面临显卡滞销 游戏业务收窄等问题的考验 在新品发布会前 英伟达遭到一众大行下调墨备价 瑞穗上周将英伟达的目标价 从225美元降至205美元 维持买入瓶颈 不过也有木头姐趁机大举增持 欲40万股 好了本期短视频就到这里了 今夜无眠的是 美联储一息会议落地 自从上个月报外发表 黑色八分钟的鹰派演讲 市场就对美联储一息提心吊胆 生怕再出什么妖儿子 不过这次加息 前息还是做得很足的 全球股市都提前躺平了 从今晚美股来看 加息75个基点 美国经济是能够承受这样的利率冲击的 市场目前处于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时期 但可以确定的是 美联储正在竭尽全力地控制市场 或许更确切地描述是 投资者已经正式接受了美联储紧握市场命脉的事实 美联储将继续拧紧货币的螺丝 直到控制住处于40年高位的炙热通货膨胀 这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没有说美国将陷入经济衰退 但美联储预计明年失业率将上升0.6%至4.4% 历史上在失业率这样上涨的情况下 美国从未避免过衰退 市场的担忧也在加大 股价再次转跌 一般而言 靴子落地往往利空便利好 那么接下来的几天可以反弹一下了吗 这能满足吗 看接下来机构的解读了 最后祝各位操作顺利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感谢观看